那些阿嬤現在就會教他 講那個很奇怪的話 媽媽車燒掉了 媽媽車燒掉了 他還不認輸喔 快聽得了 我們現在就在那邊 就是一些哀咒的角色 上次被打師趙麗穎打 哇 哇 因為一巴掌打下去 你就快昏倒了 真打的 九孔皆被教領暴打來真的 兩歲愛女竟會說車燒掉了 我們這個馬上就要開播了 我的車就燒掉了 那表示越燒越旺 耶 九孔近景年事業中心 往大陸發展 快為十年回到台灣 接下全新綜藝 七日他與小爸一同出席宣傳 他哥你現在還會和大陸工作嗎 因為我們現在就在那邊 就是一些哀咒的角色 對 然後我們最近一個電影 也是被打的 因為打我的人都比較大咖 黃伯打完 對不對 沈騰打 對不對 打完之後 然後賈鈴 上次被打師趙麗穎打 哇 哇 哇 那個都不要演 你看他們演都不用演 怎樣 因為一巴掌打下去 你就快昏倒了 他真打的 錢很多啦 一次就過 對 然後那個隔天還在 對 但是也值啦 他說九孔 你是最貴的 被打的人耶 但被家人打 就免錢還得倒鐵 現在已經會打人了 我們那邊都是 比如說帶小孩的嘛 阿嬤 然後帶孫女嘛 所有的孫女全打一圈了 那些阿嬤現在就會教他 講那個很奇怪的話 爸爸吞燒掉了 爸爸吞燒掉了 嗨 那個不認輸喔 換金得了 換金得了 這也是因為有這個小 有這個小孩 然後才會每天去跑步嘛 然後完成我人生最後的願望 參加他的大學畢業典禮 我還跟他講說 你不能留級喔 你留級爸爸來不及 哈哈哈哈 不能演